如果用减持消息 正如昨晚隔夜时 比亚迪亦有股神减持 现在所谓摆上系统 但未曾去减持就是腾讯 大家还记得美团也准备 要让Lexpress减持 因为Lexpress持有腾讯 无端派美团给他 如何看待所有不同股份 被不同股东减持 亦都是我以往跟大家说 其实这件事演绎是可以很奸谋的 即是没有统一的看法 减持不是一面倒好 亦都不是一面倒淡 当个是好的时候减持 其实你见到的 由11月12月的时候 中间比亚迪被人减了几多次 但是一直上升 那时个是好黄 好了 今天腾讯 你说一摆上去都没减 5%了 1211真是减了 亦都减了10个百分点的持仓 今天跌了2.2% 市况未能尽 气氛的情绪 成交买盘等等 未曾可以烫得到这种泥淡 所以你说刚才所说 科子为例是走平了 没有假期之前那麽强势 那变成了当700现在出这个消息 就跟假期前出这个消息 会完全不同 那你说譬如腾讯 那现在跌5% 357 那怎样呢 又说它是职业的 又说它是真的强势 首先我们先看均线 客观提 它还靓不靓仔 靓 为什麽靓 10、20向上 50、100、250 其实整体维持仍然是望到一个均线的多头 而且近来是看到均线有黄金交叉 但是短线连跌两天 于是我们看之前一些大位 譬如3月23日一枝羊竹 开始吃到入肉了 3月1日一枝羊竹 都吃到入肉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是短线立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升浪回调 其实我怎样都会和大家说 它这个图呢 那种连续跌两天 怎样都好过你们还在问什么 丁东、美团 绝对是的 腾讯仍然是一个在我心目中理想的目标 不过它都有现在 好像个科子一样 就是走平了 譬如好像很简单 2月一个底 3月一个底 W型是不是这个手势 中间的位置3月3日 372 亦都失败了 因为因为35G 那所以呢 有货的朋友准备要考验低位了 那其实呢 你说走了 走开一会再进过 没问题 不走 继续 当是一个长的升浪 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我会提醒一点 希望在下个星期三以内 这个星期呢 大家要看住一个位置 就是譬如352 应该是343 因为2月28日是阴足阻止是343 或者是甚至乎331 343 331是在未来短期之内呢 有可能要试 而不能够再失 那如果失了呢 那就恐慌整个军线 那样多头呢 会进一步扭回来的 343和331呢 要有心理准备 短线要试一试 没买不用急着 因为昨天又阴足 今天又阴足 但是想告诉大家 我听过Train仍然是上升的 不过情况就是短线回跳